你会用动画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国家的就是我管 所以你没有经过我的许可 你是没有办法随便去看书 展览的三幅核心画作 晚清台湾翻俗图的翻射贸易图 原山附近即满载而归 不仅是艺术作品 更是时间的容器 记录了这片土地的自然与文化历程 林野设计的面向太广 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 好 那我们就用三幅画 来当成是三个主要的历史的窗口 然后每一个展区 其实就像是呈现 就是这个画所放射出来的这个世界 台湾重要画家郭雪狐的原山附近 是这次特展的主画之一 透过黄藤 张树等零产物 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生态利用 此外 展览中的古器书和老照片 则揭示了日志时期林野的社会与经济面貌 身为一位台湾人 他觉得他可以展现 跟日本人的角度不一样的部分 他让当时的人可以看见自己的台湾 有这些美好 清朝官员沈宝珍命人绘制的翻射贸易图 有丰富生动的汉人和原住民的交易场景 原住民向汉人购买枪炮弹药 而汉人则向原住民购买皮革 鸡 猪等牲畜 还有翻译居中沟通 双方交易背景就在林野 背景就在我们这个展的主题林野里 就是所谓的浅山地区 所以它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讯息 在那个浅山地区其实并不是完全无人的居住地带 成城坡的满载而归描绘出当时进口林野的活络 港口有船只等载运进口的林木 台湾不只是输出木材 也有大量进口林产运输 到底是你要进口木材还是到阿里山上去看你自己的块木 这种需求 这种平衡 以及当年进口木材到了台湾以后如何去处理 通通在画作里面受到画家的那个关注 我们透过古老的契约和老照片 回顾了台湾这片土地的变化 在今天林野地带不再仅是资源的来源 它变成了我们与自然对话的起点 带领我们思考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 以及如何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人间卫视陈欣怡 宋云珍台北采访报导